欢迎来到News TT70,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2022年各大卫视春晚明星阵容大比拼,看看哪家最强悍。 2022年除了央视春晚备受关注以外,各地方卫视也会推出属于各自的春晚,同样也会邀请诸多明星来加盟演出。 从曝光的各大卫视春晚嘉宾名单来看,每一家卫视都是明星云集,可谓是竞争激烈,那么各大卫视春晚都邀请了哪些明星呢? 一起来盘点一下吧! 湖南卫视 湖南卫视的晚会向来是不缺明星的,2022年湖南卫视春晚会邀请杨子、蔡徐坤、周也、刘宇宁等高流量明星,也会有高圆圆。 周深这样知名度与实力兼具的明星。 总体而言,湖南卫视邀请的明星偏年轻化,符合湖南卫视一贯的风格。 东方卫视 东方卫视春晚每年也会邀请大量的明星前来参加。 今年的所邀请的明星阵容也不输湖南卫视,谢娜、张杰夫妇将会合体出现。 李宇春、黄晓明、龚俊、唐嫣这样的人气明星也不在少数。 可谓是阵容强悍。 江苏卫视 江苏卫视的晚会更倾向于邀请实力派明星来参加。 2022年的春晚就邀请了周深、腾格尔、钟镇涛等一众实力派明星。 观众们可以在这台晚会上一饱耳福。 北京卫视 北京卫视2022年春晚明星阵容同样不容小觑, 一早北京卫视变观宣了安格拉伯别与葛优担任北京卫视春晚的代言人, 这两人肯定会出现在晚会现场。 另外,张进、郑凯、李雪芹等明星都会参加这场晚会, 可谓是看点十足。 广东卫视 广东卫视春晚也被叫做大湾区春晚, 自然会邀请很大一部分港台娱乐圈的明星。 张卫健、蔡卓妍、荣祖等知名香港娱乐圈明星都会参加广东卫视春晚。 来自大陆薛之谦、孙楠等明星也会出现, 可谓是两岸三的群星璀璨。 安徽卫视 安徽卫视的春晚相比于其他一线地方卫视来说明星阵容要差一些, 不过今年的安徽卫视也请到了张杰、薛之谦、孙涛等名气很大的明星, 应该也是很有看点的。 辽宁卫视 辽宁卫视春晚除了邀请宋晓峰, 辣木养子等喜剧演员以外, 还会邀请孙楠等歌手助阵。 要知道每年的辽宁卫视春晚都是喜剧的舞台, 想要开怀大笑的观众千万不要错过。 山东卫视 一向被标榜为风格狠土的山东卫视其实每年都会邀请很多明星来参加自家春晚。 今年山东卫视邀请了薛之谦、汪苏龙等知名歌手, 还邀请了冯巩、于谦这样的喜剧明星。 相信这会是一台不错的春晚。 微博之夜年度人气荣誉名单, 肖战、杨子获两个奖,周深获四个奖。 序言,2022年1月27日, 由微博之夜举办的2021微博年度人气作品荣誉名单发布, 一共分为电影、剧集、综艺、音乐作品、演出、电竞俱乐部六个板块。 获得年度人气电影的是《长津湖》、《风暴古董局》中局, 这三部电影都有顶级流量参演, 分别是易洋千玺、朱一龙、李宪, 所以这三部电影才能上榜。 尽管易洋千玺在《长津湖》只是二番, 李宪在《古董局》中局只是三番, 但不影响他们的粉丝投票。 获得年度人气聚集的是《斗罗大陆》、 《女心理师》尤斐。 这三部电视剧也是因为有顶级流量参演才能上榜, 分别是肖战、杨子、王一博和赵丽颖。 非著名于平人吴清宫指出, 获得年度人气综艺的是《蒙炭炭炭案》令人心动的 《Offer》创造营2021。 蒙炭炭炭案的常驻嘉宾是孙洪雷、 沙逸、黄紫涛、杨迪、宋亚轩、 纳英、杨子、杨子和宋亚轩的粉丝 应该贡献很多投票。 令人心动的《Offer》的常驻嘉宾是孟非、 张纯液、胡海权、周深、毛不易、 易立静、陶永、周深和毛不易的粉丝 应该贡献很多投票。 《创造营2021》的常驻嘉宾是邓超、 宁静、周深、刘亦云、周震南、 郑乃鑫、周深和周震南的粉丝 应该贡献很多投票。 获得年度人气音乐作品的是 《光亮小小孩》和《光同春光亮》 和《光同春》都是周深演唱的 《小小孩》是时代少年团演唱的。 获得年度人气演出的是央华版《如梦之梦》 《我们》,破晓星辰而一色告别限定演唱会 《月华》一十二周年家族演唱会 话剧《如梦之梦》的男一号是肖战 而一色的解散演唱会 主要是周震南粉丝的功劳 《月华》的家族演唱会 主要是王一博粉丝的功劳 所以,纵观这张榜单 周深是最大的赢家 他一共获得了四个奖 其中两首是歌曲 两个是综艺 肖战、王一博、杨子、周震南、宋亚轩 都是获得两个奖 肖战是电视剧和话剧 王一博是电视剧和演唱会 杨子是电视剧和综艺 周震南是综艺和演唱会 宋亚轩是综艺和歌曲 易阳千玺、朱一龙、李宪、赵丽颖四大顶流 只获得了一个奖 但是是他们很看重的奖影视作品 易阳千玺已经两年不以常驻嘉宾的身份参加综艺了 朱一龙和李宪也没以常驻嘉宾的身份参加过综艺 赵丽颖倒是不拒绝综艺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